哈喽大伙伙伴点 那相信大家听过这样一句话 你们三十秒懂车 就是国产车专业户 所有的国产车都让你们拍变了 尤其是现在很火的新能源车型 什么亏电油耗 纯电能跑多少 性能测试 相信大家这些已经看腻了 那就有人问了 现在的豪华品牌用车成本是多少 你们能不能再跟我们来一期这样的节目 那现在我们就找来一台奔驰的 C级350EL插电式混合动车 动力运动轿车 那这台车其实在马路上C级能见度很高 但是它是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 那我们来看看豪华品牌 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能源车型 它的一周的用车成本是多少 那接下来的节目 我也不太会像日常 处在车边上给大家讲什么 外观动力内饰等等一些 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进行一周的通勤的实际的体验 我会开着它上下班一周 来看看一周的时间里面 这台车的用车成本到底会花费多少 好 咱们上车之后 赵丽先说一下这台车的基本情况 因为大家可能在之前基本上都会了解 普通燃油版本的奔驰C级 对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的奔驰C 可能不太了解 那这个C350EL它是一个2.0T发动机加电机的这么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那它的百公里加速 在发动机和电机的共同协项下可以达到6.9秒 所以说它是具备这种纯电和燃油车的双重优势的 而且它的WRTC的纯电行驶里程已经达到了105公里 所以说这台车整个开起来的 甭管是油耗和用车成本其实是非常低的 在满油满电的状态下 它的百公里油耗可以达到1.27升 那下面导演组在右边的手套箱里面还给我留了一个任务卡 因为咱们要挑战一周的通勤时间用车成本 看看他们是有没有什么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 花卷你要用100元的油费完成通勤一周五天的挑战 其中包括你上下班的路途和一些你日常的活动 如果燃油花费不足100元 计算挑战成功 我们先来计算一下 从公司到我们家的距离单程 这块显示是23公里 往返一天就是46公里 一周五天的时间 我算一下 就是200 咱们有一定负一辆 留一点负一辆 230到250公里左右 其实这100块钱还真是可定可猫的 既然这样我们为了数据 还有车的安全起见 我们先把车的油补满电给它充满 然后在五天之后 同一个加油站在同一个油腔里面 我们再把它加满 看看这一周的时间里我们能不能用掉100块钱油 现在是礼拜一的早上 我特地给这车找了一块地儿 单独的一个区域 因为这个老小区里面 这块全都是树 可以看一下 这是别人的车 停几天基本上就这德行了 全是树叶的鸟屎 这个奔驰 单独给它找了一块地儿 咱们先来看看奔驰的这一代的外观 整个外观设计 甭管奔驰经历了多少代车型 它还是这样的 中网非常典型 非常经典的一个三叉星辉 旁边横条的这种中网 我们来说一下 其实整台车和普通的奔驰C级的外观 基本上设计是同源的 唯一的区别是在哪 在后面那个尾标 那个尾标上面不是奔驰C 多少多少了 而是奔驰C350EL 这是和普通版本的C 唯一的区别 另外这边是充电口 那边是加油口 仅此而已 那现在我们去奔驰的内饰里面 去看一下 这一代C级的内饰 都说是小S 咱们看看有没有小S感觉 一坐进奔驰的内饰 应用了一句话 都说小姑娘喜欢上奔驰 怪不得 整个的内饰的氛围 还有豪华感 一下就出来了 整个的全新一代的C级的内饰 和上一代相比 变化非常的大 你可以看到 很多实体按键都被取消掉了 前面是一块11.9英寸的 全景一表 前面中控大屏是一个12.3英寸的 有点像竖屏的这样一个大的中控屏 我先说一下 其实整个奔驰的内饰 如果你留意过之前 几代的这个奔驰的内饰 尤其是从1994年 那一代的S级 W140那一代 它的内饰呢 整个其实是在做减法的 每一代的奔驰呢 整个的内饰会变得越来越简洁 越来越豪华 而且这一代的奔驰啊 突出一点 就是用科技来诠释豪华 这个感觉 所以说我也觉得奔驰是唯一一个在取消了大量的这个实体按键之后啊 不违和的这么一个内饰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正式的上路了啊 这是我第一天开到这台车 真正正正把它开到路上啊 整个的这个驾驶质感 我们先说一下啊 一上这个奔驰C 你一开上这台车 就不太像以前的奔驰C 那种短小精悍的小运动车的感觉 这一代车型啊 豪华的这个感觉会占的更多一点 相比之前的那个奔驰C 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善 或者说有很大的改变吧 那整个的奔驰的内饰啊 包括它的给你的这个声音的质感的回馈 包括它的静谧性 做的都非常的好 你看现在我们在80公里70公里左右的巡航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驾驶质感啊 包括简直器给你的回馈 都是那种很慵懒的感觉 这个车型 其实你开上去之后就不太想开快 接下来的五天呢 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除了用车成本之外的 比如说驾驶模式的选项啊 包括还有它的整个的驾驶质感啊 还有整个用车过程中有一些小小的感受 我会作为一个车主的角度来给大家分享 好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刚刚下班啊 那经过这两天的整个的驾驶啊 我决定给大家拍一点 整个这两天驾驶C350ER的整个的感受吧 那还记得我刚开始 在第一天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其实这个车整个驾驶起来的感觉 会比之前豪华感多了很多 那其实我认为的 不过是豪华感啊 或者我们所说的这种舒适感 其实不单单的来源于这种柔软的内饰啊 还有整个这种很无路感的底盘的调教 就是很舒服 很呼呼呦呦的这种底盘的调教 舒适不单单是从这两点去判断的 而是有一个随叫随到的动力 就是你怎么让这个车怎么加速 它加速的力度是多少 你都能随心的控制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舒适 我总结一下啊 其实奔驰呢 我觉得这一代的C 或者是整个它这一代的所有的电混车型 应该都是这个感觉 就是用电去诠释了什么叫新的豪华 它整个和以前那种豪华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整个你的加速的感觉 因为有电机了 电机它的输出扭矩 它的特性和气候机不一样 整个你的加速的感觉 会比之前会更加的强烈 而且更加的迅速 但是它不会让车里的人 发生一种眩晕的感觉 它们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曲线 前面有一个很缓的坡 然后慢慢扬上去 有一个很优雅的这种很从容的动作 我觉得这一点是奔驰和其他的纯电啊 或者是混动车型 在加速的感觉上面不一样的一点 另外我们再说一下奔驰这个制动踏板的调教 因为在历代奔驰车型里面 这个制动踏板的调教 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 柔中带刚 其他的品牌的刹刹踏板调教 我没踩过这样的 只有奔驰是这样的 电混车型其实它在做这种动能回收 和真正分泵去加紧刹刹盘的 真正去刹车的这个两股力道的时候 其实很多车型都做得不太好 但是奔驰这个脚感一直是始终如一吧 整个的这个脚感给我带来了非常线性 而且你在抬刹车的这个过程 有些整个会感觉到这个车非常的好控制 而且会让整个的这个驾驶和乘坐人员都非常的舒服 如果说其他品牌的这个制动器给人的感觉是让驾驶员很有信心 但是奔驰就是在信心的基础上给你了很多质感 好我们现在来聊一下整个车的这个五种驾驶模式 那其实在第一天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 我们要在后面两天去跟大家分享几种驾驶模式 我们先来说的就是纯电吧 那纯电的驾驶感受其实是大家最关心的 整个的这个纯电驾驶感受和普通的这种纯电动器车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在起步和沙停的这个两个过程里面 它其实非常的柔和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你油门泰满下降那一刻 它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缓有一个曲线 它慢慢的把这辆车悠起来 但是它的速度并不慢 你会感觉到这个过程非常的舒服 而且加速的非常线性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混动模式 混动模式真的这个是我感觉到 启动发动机和关闭发动机的时候 因为在路上我会看这个转速表 有时候我溜车的时候 它的转速表会回零 就是发动机已经关机了 然后有时候我在大脚的去采红门的时候 发动机又开机 整个的这个过程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就是你仔细体会 这个车也没有感觉 这个是真的是惊到我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新车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奔驰做这个东西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其他的驾驶模式 还有一个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都不说了 在我们大脚油门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电机和汽油机 同时能使多的劲就使多的劲 另外还有一个爱 爱就是我们很多奔驰的老车主应该了解 它是一个可以自己编辑驾驶模式的 包括你的ESP转向的模式 避震器 还有你的整个的变速箱的逻辑 你都可以自己去设定 这个我们就也不再多说了 另外还有最后一个模式 是它的B档 也就是电量保持模式 换句话说 比如说现在我的电量 现在还剩大概十几公里 这个时候我其实可以切换一个B的驾驶模式 也就是电量保持的驾驶模式 在这个驾驶模式下 这个12公里就留住了 它会用自己的系统逻辑保住这12公里 在我比如说下了环路 回到小区的时候 我再切换到纯电的模式 它就可以静静的悠悠的 一直带我回到我们车位上 我估计也有很多人注意到 这个车放盘上居然有两个拨片 这个拨片是不是运动模式的时候使的呀 其实不是 这两个拨片是来调控你的动能回收的 一共有三种的动能回收模式 加号 拨下去 档位的旁边会有一个 也有一个小的加号 它会让你的溜车的这个距离会非常的长 就像是手动挡车型 踩下离合器溜车一样 这是增加你的溜车的里程的 正常的情况下呢 动能回收会有一定的参与程度 但是不多 和我们正常的燃油车 带挡溜车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这边还有一个减号 减号呢 就是比较强烈的动能回收了 但是这个动能回收 我觉得调的非常的好 整个还是进来 进入动能回收的过程里面 非常的现行 我们现在来调一个减号啊 整个把它动能回收加大 你看它慢慢的 好 自打我刚才播了这个拨片之后啊 一直到我说 好 这个过程 它是一直去现在往上扬的 会让你感觉到 这个减速是非常缓慢 且舒适的 这点做的真的非常的棒 和它整个的品牌的调性 和它整个的驾驶感受 完完全全融合在一起 好 我们现在是第五天的早上啊 那我决定再给大家拍一些 这个车的整个的使用体验 今天我们先说的重点是车机的体验 因为车机这个东西 你不长时间的使用的话 你是发现不了它任何的这个缺点啊 优点啊等等 还有一些UI上面的设计有不通的地方 或者是逻辑上有一些小问题的地方 那这个车机其实使用五天之后体验下来 完完全全在UI设计上没有死角 这个就显示非常的舒服 而且会让你感觉像自己的HID一样 自己的手机一样 整个画面也非常的流畅 那很多人其实有自己的车啊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 你现在这个车从实体按键变成了这个大屏幕 你的操作会有问题 或者有不习惯的地方不适应 那其实这五天使用下来 完完全全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因为什么呀 它这个车啊 其实还是有实前键在的 你纯是这种使用频次高的东西 比如说驾驶模式啊 这种充电选项啊 还有这个音量的按键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实前键 所以以前那种卡车卡车卡车的那个回馈啊 还是在的 所以说这块东西反而是变得便捷了 我相信啊 这个车机你一旦驶上去之后 你可能再也回不去 以前的实前键那种朗的操作方式了 那这个车机呢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当下比较主流的这个功能啊 比如说语音的控制啊 手势的控制啊 包括你看方向盘上 很多的按键都变成那种 可以滑动 然后触摸的 整个的操作方式非常的便捷 另外呢 这个地图呢 还支持AR的实经导航 所以整个的车机使用 我相信啊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里面 它完完全全不会落后 而且它还支持OTA的升级 那下面我们就要说的是啊 在下班的时候 今天我们就要回到 我们第一天的那个加油站的 同一个油签的那个位置 去把油补满 其实这五天的时间里边 我经常会忘了 这个100块钱通行的这个事儿 整个的驾驶体验非常的舒适 你会很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就会把这事忘了 然后 现在的油量啊 用到四分之一多一点点 也就是说 这个车现在还剩四分之三不到啊 这个油量 我觉得100块钱完完全全是能够加满的 而且是在100块钱之内 电量现在还剩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十小几 所以 整个系统的逻辑啊 你看它是先把 这个电池的电量多消耗一点 然后帮你去省油 因为我们充电毕竟是比较便宜嘛 那晚上下班的时候 我再会和大家重新的去总结一下这台车 然后以及啊 看一下这个车到底一周五时间花费多少 哎呀 咱们还回到这个第一天一开场的这个停车场啊 因为刚才加油站都是不让拍 那实际上这台车的总共的油费啊 刚才加的是87块钱 但是镜头里面我们拍到的是这个84块钱就已经跳枪了 是因为这个加油员后面手搂了一下 他要凑枕 我说就别凑枕了 就是他吧 那正好停在87了 那我们说一下啊 这个挑战是完完全全能够成功的 因为什么呀 剩下的十几块钱 完完全全也够他的这个电给充满的了 另外呢 其实很多人还还会说啊 我相信很多人还会提这个问题 就是维修成本你还没算上了 这个养车用车 不光是加油对吧 那这个车呢 其实还提供了一个三年的整车质保 还有八年十 三年整车质保是不限里程的啊 这个八年十二万公里呢 是电子电力单元 还有这个驱动电机 包括高压电池包 这些都是含在里面的 那另外呢 这台车啊 我相信还会有人有更多细致末节的问题想要了解 比如他的技术啊 比如他的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日常的使用啊 那欢迎您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啊 咱们这期节目就不再多说了 那有空呢 我还会再做节目给大家讲这台车的 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了啊 咱们下回见啊 有什么喜欢的车 记得找我 啊 你 谢谢观看